11月8日早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背后的韩国议会大楼。 川普总统在这里向全体韩国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大力称赞韩国过去几十年来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济奇迹, 与朝鲜人民如地狱般的黑暗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 川普总统警告朝鲜不要低估美国,并呼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 实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切断与朝鲜的所有贸易往来。 他的讲话中赢得多次掌声,讲话结束之后,全体韩国议会议员起立鼓掌。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说,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也不会违逼冲突。 他对朝鲜发出警告说,不要低估我们,不要试探我们, 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共同安全和繁荣及神圣的自由。 韩国外国语大学课作教授朴泰宇认为, 川普在韩国议会发表演说颇具意义。 朴泰宇说,川普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执政党和在野党就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意见分歧, 现在是加强韩美关系扩大韩美同盟的时刻。 在首尔火车站里,一些等车的市民正在观看川普讲话。 首尔市民金先生认为,川普清楚表明美韩关系的坚强十分重要。 金先生说,国家安全对韩国人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所以川普作为我们盟国的总统, 清楚说明了美国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十分坚强, 以及他维持和平的决心。 首尔市民林先生说,就算我们孤立朝鲜, 朝鲜还是会继续发展核武器, 看起来川普总统不担心战争的爆发, 但大部分韩国人热爱和平, 所以我希望他能用更正面的方式来说服朝鲜。 首尔市民于女士说,我们必须大力对朝鲜施压, 但我认为这会让朝鲜人民生活困难, 这让人难过。 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 在朝核危机的阴影下, 韩国人民照常过生活。 平克斯顿说,只要韩国、美国和其他盟国做足够的准备, 购买适当的武器设备,适当的防御系统, 适当的监视情报设备, 美韩进行适当的军事演习,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恶阻朝鲜的方式, 只要我们坚定我们的决心, 情势是可以被控制住的, 没有必要慌张失措。 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首尔报道。